好,接着来看到南区玉璃正名代表会的总质询 是由代表严玉坤,徐玉珠两人质询聚焦在镇镇建设上 那么严玉坤首间救灾损诊治 战前停车场任养、管养以及镇内狭小巷弄拓宽来质询 另外对于农业客营造红桥蝴蝶谷花海狼道的计划高度的兴致 但也强调后续管养要确实 严玉坤质询追踪远规风灾灾后附件 以及五月份定期会各项工程建设的执行进度 玉璃正代会乡镇总质询 正代表严玉坤聚焦在镇公所镇镇建设上 尤其五件裂岸基签的工程款项 秘书张一鸣答复表示 总共将近3700多万元左右的工程款项 除了计划将在年底前结算之印 后续上有基签的部分也将逐一结算 另外农业客计划结合民间社团力量 共同进行打造红桥蝴蝶谷花海狼道工程作业 燕玉坤也高度兴趣 和农业客长叶佳琪互有工房 也强调后续管养的重要性 长度应该是在1.7公里左右 这样 那其实我规划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其实蝴蝶的产染区后 尽量是往后靠 是因为可能民众会去到后面的机会 可能比较少 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蝴蝶的生长 你们很愿意做 我们一定会给你机会 好不好 但是你们一定要确实 落实的去执行 用心的去维护 其实很多的工程做简单 管养才是难 管养才是功夫 玉里镇公所建设客 包括市区道路整顿 站前停车场任养改善 镇内狭小巷弄拓宽 乃至于争取设置玉里殡仪馆等议题 从上个会期执询至今 镇公所仍毫无进展 正代表严宇坤也无言 奉刺执询指出 只求镇公所只要能够做好简单的事情 对证明来说就是万幸 记者 石玉兰 玉里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玉里镇采访报导